各位天诺宝子们快来看 这只母仓鼠 阿瑞亚居然说星际战甲不干 先好登陆第七天 就说卡尔注军声望能升三级 大家快来看它是如何翻车的呀 这有什么好奇奇的 跟着我的攻略从头开始做 还不是有手就行 大家还不赶快去阿瑞亚的主页 收藏我的星际战甲息息成功列 跟着做起来 至此阿瑞亚要完成的任务是垃圾混收 进入任务以后 跟着橘四代任务点一路向前 小迪读上的蓝色图标 代表着这里有存货储备 大家不要忘记检取 弃活任务顶处的控制台 便曾操纵无人机和解锁封锁的大门 跟着任务点前往赛克区域 小心这里有一个寻逻了指示 使用帐篷中的控制台 解锁下一个封锁的大门 走出帐篷以前 记得在小壁纸上 查看一架指示的场下 这里有一个炮足剩下 记得将它摧毁 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箱子后面躲位一下 等待指示 转身 再前往下一个区域 到达下一个任务点以后 我们可以激活这里的一个控制台 变成操纵无人机 先启动无人机 吸引指示 待指示到达无人机附近以后 启动旁边电梯 将其击毁 重复上面的操作 将这里的一个指示 也击杀掉 摧毁这边的一个炮足剩下 激活任务点的控制台 变成操纵无人机 解锁前面这个封锁的大门 小地图上的绿色点 代表这里有被关押的奥斯创人 打开牢笼 将其释放 先去大门旁边的一个任务点 在这里 我们会遇到一个利凶 使用破障者 取下他脸上的面罩 命令这个弟凶 激活旁边的地雷 扎毁前面的大门 穿过大门 进入这个任务区域 从这个笼子里 释放一个被关押的奥斯创人 继续深入 我们会在这里碰到斯普拉 詹奇引到这个打开的笼子附近 然后绕着笼子与他战斗 当斯普拉要使用飞锤时 我们闪避到笼子的后面 就可以躲避 天空斯普拉的一个雪条以后 他的整个雪条都会锁定 此时 我们要命令我们的兄弟 激活笼子旁边的一个地雷 之后 斯普拉会跳起重击我们 我们要引诱他将其落点放置在地雷上 然后逃出攻击范围 之后 击毁两个保护斯普拉的无人机 此时 我们又可以对他造成伤害了 重复上面的步骤 清空他的第二个雪条 直到屏幕的上方 出现提示 对他使用不够障着 取下他的面杖以后 我们就完成了挑战 找到兵击败斯普拉 离开前 记得搜索一下这个区域 在这里会找到存货储备 以及炮祖剩下 还有几率会发现被囚禁的凹子伤人 不要忘记示范他们 还有几率会发现身心和解音调 识取后会解锁歌曲 搜索完整个区域后 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前往下一个任务点 通过我们前面解锁他们继续向前 先杀掉这里来了的武装使 直至尸体身上有喷嚏尾包 千万不要像哈瑞尔这样忘记拿去了 切离这个区域的敌人 找到并挤咎之类的敌雄 将他们纳入麾下 跟着绿色任务点进入这个堵道的深处 激活这个终端 操纵里面的无人机 将下面的水位降下 我们要根据墙壁上的提示 将门上方的两个图标 设置为正确的顺序 然后按下最左边的按钮 将水位降下 待水位降降以后 去下面损坏的中击者身上 获取他的零件 之后 我们就可以跟着橘子的任务点 前往下一个任务地区了 到达这里以后 我们会遭遇到很多的敌人 但是 我们现在招募的弟兄也有很多 很轻松的就将他们全部消灭了 在这里 我们也会碰到戴着面罩的兄弟 记得使用破障者 解救并招募他们 我们一边前进 一边相被敌人 同时搜索附近的区域 直到来到这三所知的大门前 激活大门前的终端 远程操控无刃机 和下降手衣一样 我们需要将门上的两个图标 视之为正确的顺序 才能解开它 进入大门以后 跟着黄色任务点 我们找到赤度怒雷 遇到怒雷以后 消灭敌人 就变成了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 继续向前 用怒雷射击任务点标记着的重击者 将它激活 前面就是我们和最终boss 重击者决战的地方 如果你像阿瑞亚一样 还没有拿取喷气背包 千万不要进入 返回去拿取喷气背包再来 没有喷气背包的话 最终的boss战将变得非常困难 我们回到尸体旁边 从他身上获得喷气背包 然后回到刚才的地方 开始最终的boss战 我们使用喷气背包 飞到这种有炮台到高台上 然后从这里 居高凌驾的 攻击重击者的四脚腿 只有攻击到他的腿部 才会削减他的血条 每打掉他四分之一的血条以后 他的血条会锁定 这时我们只需要使用旁边的炮台 攻击一下他 就可以解锁他的血条 重复上面的操作 直到将他的血条全部进空 任务完成 绿色的车一顶出现 此时周围的小怪应该都非常的集中 我们可以蹭此时机 完成五秒完成五次击叉的挑战 之后我们就可以前往绿色的这里点 完成该任务 回到凯尔的营地以后 与他对话 我们在凯尔逐渐身旺 就升级到了三级 还会收到一套凯尔的思议中式作为奖励 之后我们去旁边的欺骗哥这里 购买一张纸行官延伸 这张卡不仅可以增加技能范围 而且在造成电击伤害以后 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持续回栏 拿来给我们的战甲爆的使用 再合适不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